大家好,我是小宇宙 这一次的更新是关于学校的一些互动的模式 当然它也有新增了一些NPC的一些任务 OK,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这个任务 首先呢,它就是会叫你去到处聊天啦 所以你就是只要按照它的指示去动 其他的任务才会跳出来 所以一开始通常现在的活动任务都是需要先按照它NPC的聊天的顺序 聊完之后才可以触发所有的其他任务哦 之后它叫我去露营场去找这个瑞吉儿 所以我们就要去露营场 来到露营场你就会看到它 你就是跟它点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哦 这一次的任务也是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就是它叫你去跑100公尺 到达指令地点之后 你必须下了你的交通工具 不管是做什么才可以触发 然后就是跟着它跑 这时候你一样可以搭你的交通工具到最终的目的地去等它 到了之后一样下了你的交通工具 这样子就可以解完这个任务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给它一个马铃薯拿来敷面膜 那我们一样就是已经有多的就可以给它 这个马铃薯呢也是在超市就可以买到的哦 非常简单 然后它这个瑞吉儿又跑到住宅区了 好吧 那我们就只好去住宅区找它了 如果是找人的话呢 它是会乱动的啦 所以也不能明确告诉你在哪个地方会出现它 你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晃一晃就可以找到它了 接下来就是瑞吉儿的任务 它说是要去找海报 第一个我在这里找到的 第二个在这里 第三个在这里 第四个在这里 第五个在这里 当然这是我找的地方啦 如果你跟我不同 那也是很可能的 因为它是随机出现的 接下来是去使用实验室 就是学校里面的互动道具 就是实验室的这个 我们进学校 就是往这个科学教室里面走 这时候桌上呢 是有摆放了这个实验室的这种药水 当它出现了可以点击的时候 我们就点开它 然后你手上就会拿了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瓶子 我们只要使用后 这样子就可以解完这个任务咯 OK 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一些 蛮简单的啦 我觉得没有到很困难的啦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再跟我讲一下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兑换的这些东西呢 是蛮多的啦 都是关于学校的 可以买到很多学校的一些家具吧 然后我们最终来讲就是这个方块校车 所以大家要好好解任务哦 接下来就是解这个汉娜的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蛮多的 也因为前面的NBC已经解了一部分了 那我就不讲解这些东西啦 先来讲解一下这个青春粉红收音机 我们一样来到兑换巴士的这个地方 我们往右滑 有一台收音机 750学校币就直接给他买下去 这个收音机是一定要买的 那么就无法去解这个任务啦 然后我们只要打开它 就是点它 这样子就可以解完这个任务咯 接下来就是加五个人的粉丝 这个任务怎么解呢 你就随便找几个好友 然后得点进他们的主页 在讯息的右边有一个灰色的猩猩 点下去它就变绿色 这样就是新增变成粉丝啦 然后你只要点五个 这样就可以解这个任务咯 接下来就是体验20个互动式的道具 就是一定要是学校的哦 像是学校的黑板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能处发啦 但是它是可以写字的 所以你们就可以在上面随便写字 这个灭火器也是可以玩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就是因为你进学校的时候 你看你是选择什么身份 那不然你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护的 像是保健老师 就一定要有保健老师的 上面的那个头衔 如果你想要体验校长室的椅子的话 你还要花900新币 才可以去体验校长室的这个职位 蛮贵的啦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要花900块 然后体育馆的这个篮球是可以投的哦 旁边的雅铃拿起来玩 然后就刚好解完20个互动的任务咯 好啦 今天的这些任务大概最难的部分 我都已经讲解完了 剩下关于互星的这个 就是你要点击其他人要300个爱心 我记得好像还是需要绑定才是可以解啦 所以如果你没有绑定账号啊 那这次的任务可能就拿不到了 好啦 这次的学校的更新介绍就到这里 我是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